藍色的百福橋橋墩 是通往百福社區重要的橋樑 表面秀勢嚴重 橋面上還留下一道痕跡 油漆已經脫落 而另一座牽牆橋 米白色橋深 接縫處穿上一圈褐色皮帶 烤漆就像薄筆一樣 輕輕一碰就會剝落 其實橋都是會晃動的 那又看到旁邊的繡斑是這樣子 我們就會想說這個橋 到底是堅固還是不堅固 有沒有符合它的標準 郭先生每天從基隆到台北通勤 都會經過千祥橋 百福橋 還有七弦橋 就擔心繡施情況會影響到安全 不過公務處強調 基隆市橋樑都有利息性的檢查 安全無餘 來看起來這個民眾捷舉的 這橋樑的一個繡施的部分 安全上都沒有問題 那我們公務處也會獨年 四億算的額度 我們來編列來做除繡 跟那個油漆的一個工程 我們都每年都有 那個針對橋樑的安全檢查 這個繡施的部分 都是外面的一個繡施而已 沒有侵蝕到結構的部分 繡就是因為下雨天超濕 因為建築市多雨的氣候 真的沒辦法 那我們會請這個公務處 就是就這個針對橋樑的部分 除繡 因為它這個除繡工程 如果因為強度比較高 然後答應加上去 大概一個工程都會兩三百萬跑不掉 光除繡的這個工程就兩三百萬 那還加上這個橋樑檢修的這個經費 其實每年的預算 其實市府預算蠻多 但是為了這個民眾的通行安全 我覺得這個還是必要 要花的這個經費 那我們會請公務處 趕緊來做 然後把這個近期的這個監測報告 先給我們 確認橋樑是安全的 那除繡工程 我會請他編列預算 來做這個除繡的一個動作 公務處也強調 為了讓民眾安心 會編列預算進行除繡 也讓橋樑看起來更美觀 記者黃少民 金融報導